大熊拿起一颗丸子丢进嘴里 蓝胖子看见 赶紧冲上去掐住脖子 让它吐出来 大熊被蓝胖子这么一下 直接把丸子咽了下去 这下完蛋了 这可是气狗丸子 是专门给想要抛弃的宠物狗吃的 一旦吃下去 离开家就再也找不回来了 大熊指着蓝胖子一顿骂 这种东西为什么要随便乱放 是不是打算把我弄丢 好一个人独享铜锣烧 其实这种没用的道具 蓝胖子正打算把它扔掉 只是没想到大熊什么都吃 事态紧急 蓝胖子决定去买试笑团子 并且叮嘱大熊千万不要出门 这时妈妈上楼 让大熊帮忙去买菜 蓝胖子刚走没多久 倒是二人组出现 在楼下叫大熊去打棒球 大熊打开窗户赶走了两人 这种时候就是发生火灾 他也不会出去 一个人待在家里也太无聊了 大熊把棒球扔向空中 结果掉下来的时候砸在头上 从窗户弹了出去 这可是新买的棒球 大熊来到门口 大熊被吓得跑出了屋子 扭头一看狗子已经离开 于是赶紧往回跑 这是一个陌生老头叫住他 大熊给老头带路 走着走着自己也分不清方向 什么路吃小孩 老头一气之下抢过地址 丢下他自己去寻找 这下大熊彻底迷路了 完全记不起家在哪 他不停地在街上乱窜 好不容易碰见个警察叔叔 大熊抬头看见学校后山 到了那边就能找到回家的路 突然静香骑着自行车路过 大熊赶紧追上去 边跑边呼喊静香的名字 可对方根本没有理会 就这样大熊越追越远 终于等到静香停下来 大熊上前打招呼 对方一扭头才发现认错了人 男胖子回到家发现大熊不在 赶紧上街寻找 他不停地呼唤大熊 大熊绝望地爬出下水道 完美和男胖子错过 他找到两个陌生阿姨问路 却怎么也想不起来家住在哪 难道是脑子摔坏了 就这样到了黄昏 男胖子始终没有大熊的消息 他知道弃狗丸子的威力 从没听说过 吃了那个丸子还能回家的狗 可能这辈子再也见不到大熊了 永别的大熊 你的铜锣烧就放心交给我吧 男胖子伤心地往家里走去 另一边 大熊已经饿得走不动路 他看见流浪狗正吃着路边的剩饭 忍不住凑了上去 狗子拍了拍饭盒 友好的和他分享 大熊饿坏了 拿起饭团就塞进嘴里 怎么一股子骚味 大熊没忍住吐了出来 男胖子失落地站在家门口 难道大熊真的回不来了 突然身后传来熟悉的声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そうか そうだったのか